其實完全是為了生存變形的 而且因為自己在做這首歌詞的時候也非常難 因為我把裡面原本其實就是一個小說 把裡面的所有故事人物寫在裡面 讓大家能夠邊玩的時候玩這個遊戲 然後能夠聽這個歌 也就是說你把整本小說也看完 我看了整個大部分 沒有全部都看到 所以你覺得遊戲有沒有跟你真的把網路小說真實呈現出來的 我覺得遊戲裡面最酷的地方是呢 它可以有不同的 因為有人有魔物線 所以你的修煉的地方呢 可以有不同的處境 對 對我來講我不好玩 像今天是穿新界的衣服 但我覺得玩魔界的會蠻好玩的 而魔的話也對 那當然除此之外呢 MV也拍攝完成了 你在拍攝MV是有什麼紅的成型的方式呢 MV的話當然就要調鋼絲 對 因為我們要調很多的鋼絲 那 所以調鋼絲就會還蠻辛苦的 因為這個下半身要綁得勒露男子對不對 很大雕的辛苦 還要調鋼絲的同時 你要做什麼樣的動作呢 要做很多俠的動作 俠的動作 對 那有時候 因為沒有做好的時候 就會做得比較超穩的動作 謝謝 對 所以每次帶點MV出來 希望說給你的心靈在此心靈很緊 好 那接下來 今天一般都給威媽 威媽剛剛看這種客群 唱歌這麼入神 你會覺得他本人好帥 我覺得那個MV超帥 然後本人是要帥 其實啊 真正帥是被抓到的地方 不過他要留到專輯之後才會讓大家看得到 很努力之中 那我們也知道在拍攝CF的時候 如果新陳冰爛 未來你有新的長相挑戰對不對 因為這一次新陳變成特別 我連辦的三個道行 也是跟我客人一樣 就是要 文件 仙界 還有魔獻 那我自己最喜歡就是我現在稱上這一件 仙界 所以當女神就是什麼仙的意思 相信現場時候玩家們 全攤玩家們 過五階讓新陳冰爛 正式來